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你我面对困境 我们当如何一步一步往前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斯铁记第五章 我们记得上一章吗? 当恶人哈曼怂恿君王下屠杀犹大人的命令的时候 莫迪改祷告并且请以斯铁去见王 以斯铁原本认为不可能 因为没有王的招建 见王只有死路一条 但在祷告禁食 他说我死就死吧 这一章他勇敢见君王 祷告三天之后 以斯铁穿着朝服正式王后的衣服 进到王宫内院对着殿站立 这是一个生死的时刻 如果王没有饶恕他 他就要被处死 感谢神王诗人于他 伸出手中的金杖 接下来王问他要什么 即便是国的一半也会赐给王后 可见这个君王浩大喜功 以斯铁不断地祷告 他请王带哈曼来今天复习 他在祷告等候上帝的工作 王带哈曼复习 于是问 王问以斯铁 你要什么 国的一半也会赐给你 以斯铁继续祷告 请王明天再带哈曼来复习 哈曼欢喜快乐地出去 走到朝门口 发现莫迪盖在朝门不站起来 于是哈曼非常的生气 恼怒 忍耐地回家 请朋友妻子 向朋友妻子诉说他得到的父后荣耀 王怎么高举他 王后请他吃饭 只有请他都没有请别人 这么荣耀 但是一看到莫迪盖不理他 这一切荣耀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妻子为他出了一个恶毒的主意 立一个很高很高的木架 并且明天一大早就请王 把莫迪盖挂上那个木架 把他处死 将就再也不会看到他了 他们就立刻着手进行 这一章我们看到 以斯铁在祷告后 勇敢地进去见王 勇敢地提出请求 请哈曼复习 再次提出请求 他不断祷告 仰望神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看到恶人哈曼 非常的骄傲 他没有办法忍受 一个人不尊敬他 因为一己之私 就要把目的感杀掉 何等的可怕 面对这么可怕的敌人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有神在我们的里头 在我们的四周 我们可以靠神得胜 我们来祷告 恳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大小的困难当中 选择不要害怕 一步一步往前 靠着主的大能大力 做得胜的子民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